元宵节前一个夜晚 花莲一信总社前有一场社区音乐会 这是国魂礼和国联礼 连续27年举办的元宵社区音乐会 现场除了有国乐演奏 还有传统提灯免费发送 吸引了许多过往的民众停下脚步来欣赏 每到元宵节前的一个夜晚 花莲一信总社前就会有一场音乐会 这已经是国魂礼和国联礼的传统 因为这场元宵社区音乐会 已经连续举办了第27个年头 国魂礼的社区音乐会 在花莲已经连续举办了27年 从来没有间断过 那这个已经是我们社区的一个 代表性的一个节目 每年的元宵节前一个晚上 我们就会举办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 然后还有赠送给我们的民众 一个传统式的灯笼 因为当初国魂礼是一个老旧的社区 那很多的民众呢 都是在这个地方住了几十年 从日据时代到现在 那很多的传统文化艺 都是没有保存下来 很多的小朋友并不知道 我们以前怎么样过元宵 那在我担任里长之后呢 一直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孩子都知道 有这样子的一个节日 跟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举办了以后 感觉民众的反应非常好 我们就连续每年的继续办 从提灯笼游接 到一直到音乐会开始 每年都是这样子的办 今年的元宵社区音乐会 特别邀请到升华国乐团现场演奏 在指导老师江振峰带领之下 一首又一首好听的乐曲 有流行时尚的 有传统经典的 也有客家歌谣 引起现场观众的共鸣 台上演奏台下一边跟着清唱 整个音乐会相当和谐欢乐 国婚礼国联礼办公室 也特别准备了500个 传统提灯免费发送 许多过往民众都停下脚步 一起来感受这场元宵社区 音乐会的温馨气氛 借吕慧欢迎视报导